中国四大部门联合发声 为何突然宣布无人机出口管制 除了保持初衷 或许也是因为俄乌做的太过火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最近中国四大部门联合发声 无人机出口管制来了 恐是因为俄乌两国都做的太过火了 根据中国青年网的报道 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国防科工局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无人机出口管制的两个公告 那么大致的意思就是针对部分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 另外就是禁止所有民用无人机出口用于军事目的 那么该政策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 大家都清楚啊 高端民用无人机其实是具有一定军事属性的 就比如说四悬翼无人机 完全可以在战场上利用起来 只要经过简单的改装之后 就可以充当侦察机 投弹机以及自杀式炸弹机 作为高性能的小型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防不胜防啊 因为太小了 军用雷达也不容易发现 因此小型四悬翼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是大方异彩 那么说到小型四悬翼无人机 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某个著名的无人机公司了 这家公司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是做的非常的好 该公司的主打产品就是四悬翼无人机 尤其是高性能的四悬翼无人机 在全球范围内买的是非常好 因此俄乌双方都打起了四悬翼无人机的主意 虽然该公司没有承认啊 但是从俄乌战场上流传出来的图片 以及视频来看 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疑似该公司的四悬翼无人机 这类无人机俄乌双方都有 至于怎么来的谁也说不清楚 毕竟啊该公司作为全球性的公司 买家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在买 甚至不需要亲自出面 有着多个渠道可以获得该公司的无人机 随着俄乌双方使用一次该公司无人机的情况越来越多 国外媒体以及观察人士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开始炒作一些负面消息 而最为直接的就是炒作中国军援俄罗斯之类的谬论 这种说法肯定是在瞎扯 因为中国对于俄乌冲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保持中立 希望和平解决争端 并且为此付诸行动 在这种背景之下 出台无人机出口管制政策是有必要的 这种做法无疑是在维护中国的立场 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国负责任的态度 以及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的担当 还是那句话 中国不希望俄乌局势继续恶化下去 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尽快的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这才是中国的书中 好了 事情说完了 最后再说一些个人的看法 既然我国已经出台无人机出口管制政策 那么俄乌双方接下来想要获得中国民用无人机 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乌克兰背后有西方支持 他们可以找西方药 但是俄罗斯怎么办呢 以当前战场的消耗速度 单凭俄罗斯的产能恐怕是不够的 毕竟小型无人机就是消耗品 所以俄军应该想一下在无人机供给不足的情况之下 这场仗应该怎么打了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